明星跨界创业投资,成为娱乐圈常见的事情。 赵薇有自己的酒庄,黄晓明投资了自己的影视公司,林一伦的辣酱生影,做得如火如荼,更不用说很多时尚明星,都有自己的潮牌服装店,但是,明星最爱的还是跨界餐饮开店。 赵丽颖和杨子在拍摄电视剧《青云之时》,成为好朋友,两人更是一拍即合,在恒店拍了一家烤鱼店,恒店驻扎着大大小小的剧组,数不清的明星艺人以及工作人员,因为拍戏感戏常常一待就是好酒,所以吃好吃的成为大家的唯一娱乐项目。 郑爽也曾在恒店开了一家炸鱼店,这家炸鱼店跟着有热搜体质的郑爽,也上过多次头条,不过,最终店面还是关了,作为南京红人的孟非,也开起来面点,不过,网友关注的是一份面低价格,比普通的面要贵得太贵。